刚才Ravi也有说过 其实方网股都可以够位部署下半年 Joy也想问 阿里巴巴9988和3690美团 什么位置可以进入呢?上网有多少呢? 9988我想暂时可以先等一等 因为当然这个势头其实这一刻还是好的 因为近几天在传一只蚂蚁 拿到金融牌的因素 但这件事也传了好一段时间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虽然上星期都记得我说过 那个机率是有的 但是始终未完全能够坐实 而且价格也是逼近6月头的高位 116、117的那些位置 其实差一点 你破到当然继续上升 但如果破不了 可能会是回到大概103、104这些位附近 所以这些位置现在去博 立即入场是有点尴尬的 我想你两个准备 如果真的有机会突破不了的 刚才提到先下回D 比如下回104、105这些位置才去hold 那会好一点 但如果突破到 当然到时才顺势去追一追 我想这样做会比较合适 如果104、105这些位置 买了的话 那个指示价 短线来说 放回大概95至96这些水平 但是上面来说 以大概120过外 做个可能目标位 那会比较好一点 而至于3690来计算 其实又多一样 现在正在走一个整顾 因为过去其实议论弹力 它算是一众伸晶 借股龙头最多的 我觉得它有机会 可能回到低一点 比如大概180元 鬆一点 才做个部署会好一点 我觉得到时来继续下面 移回大概170左右 做个指示 那如果这位不穿 其实上面可以慢慢看着位置 才会比较好一点 是 Joy有个科网股 它有9999网易 它142元买入 它说官司前景怎样 可以上网多少 指示位置又应该定在哪 142买 可能就有机会 这几天都这些低位买到 或者你可能很久之前买的 也不奇怪 也不知道 但是当然 早过几星期突然很急跌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游戏辞出 本身到23号会上线 那只Diavo 就辞了 始终这件事来计 大家都知道 你一辞了 就自然对于 大家觉得流水 或者盈利预期 会有一些的调整 所以股价就自然会打下来 但是近期 都能够站定一些 但是当然未算好理想 就是都未收复一些均线 虽然你142买 我觉得这些位置可以持住 因为上线偏低的位置买到 但是向下 我想移回 就早个星期 就是个星期出市值的低位 135左右就自舍 如果对于跌穿这些位置 就很明显走 如果不跌穿 就才会慢慢收复一些 可能移回大概158至160附近 做一个比较短期的目标位 打出来了 打出后 是不是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